好,今天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我們的遺傳物質 那遺傳物質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我們細胞的傳家寶 它就是這樣子細胞一個一個這樣接下去的傳承 就是靠著遺傳物質把一些資訊 就這樣攜帶到下一個細胞去 例如說可能你的身高啦 或者像是你的頭髮啊 你的膚色啊 這些都是你爸媽媽媽的細胞裡面 透過遺傳物質遺傳到你身上來的 好,那這遺傳物質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那遺傳物質啊,我們就說它叫做核酸 那核酸有分兩種 第一種是DNA 第二種叫做RNA 大家應該很熟悉這兩個名字 不過今天要跟大家講講它的中文 一個叫做去氧核糖核酸 就是我們這個DNA 第二個是核糖核酸 這就是我們的RNA 好吧,那這兩個東西呢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都有一個一個這樣接在一起 就是一條一條的這個東西 這一個一個東西呢 我們說它叫做核甘酸 也就是它是由這樣一小個突突一小個突突的 然後這樣子一個一個慢慢組起來的哦 好,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這個小小的一個一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好,那我們剛才說啊 像剛才這個去氧核酸核酸 核酸或是核糖核酸都是由核甘酸做組織嘛 所以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小小東西就是我們的核甘酸 那核甘酸呢 第一個部分是去氧核糖 因為我們在講DNA嘛 DNA的話呢 它的中間就是我們的去氧核糖 接下來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磷酸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就是氧核酸 記得 核甘酸有三個部分哦 第一個部分是無炭糖 第二個部分是磷酸 第三個部分是氧核酸 好,那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DNA啊 它其實那個雙骨螺旋是有不同顏色 那個突突有不同顏色對不對 那這就代表啊 我們有不同的氧核酸 它氧核酸有線飄零 胸線密定 胞密定 跟鳥糞飄零 那這些東西每個都可以跟我們剛剛這個主體綠色跟紅色的地方相接 然後就會形成不同的核甘酸 所以我們DNA有四種 ATCG4個哦 就是我們它的核甘酸DNA的 那另外一個RNA呢 RNA是核糖核酸嘛 那它猜在哪裡啊 第一個它一樣也是有這三個部分組成的 就是磷酸 含氮碱基跟 五炭糖的部分就是綠色、橘色跟咖啡色 那不一樣在於 它這邊多了一個OH在這裡 所以呢 剛剛我們DNA是不是去養 那現在多了一個養人怎麼辦 那就去養不要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變成核糖核酸囉 好OK 好那RNA跟DNA差的地方還不只有這樣 它還差了一個小地方 在這裡 它不是胸線密定 它是尿密定 它是AUCG 所以RNA呢 它是由AUCG組起來的 然後記得它的五炭糖是核糖 不是屈氧核糖 好那我們這章就到結束了 如果想要有一些比較統整性的觀念或重點呢 我們都幫你整理在底下YouTube的那個文字解說 那個地方大家可以過去看一下哦 好那如果想要繼續回到剛剛前面那邊 看一下就是像是我們的細胞膜壓 或者像是我們核糖體的 就點旁邊的連結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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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